香港庙街是一个黑帮横行的地区 想在这里生存 不够狠和没有钱是行不同的 出来混江湖 要么你打架够猛 要么就得有钞票在身 所以在这条街上 诞生了两种黑帮势力 一种是以打架斗殃为主的古惑仔 第二 则是以风月长所为生的皮条客 我们的主角龙哥 便是属于后者 他的头牌 是自己的女友阿芬 还有女友的闺蜜小丽 三人吃喝玩乐都在一起 微妙的情感 不可避免的发生 那就是小丽渐渐喜欢上了龙哥 爱与闺蜜阿珍先下手 她只能将这份感情埋藏于心 今晚 三人来到一饭店与人谈判 原因是小丽欠下高利贷 在主是龙哥同胞派的皮条客 西洋仔 后者以前是混蛊惑仔 所以性格十分暴躁 能动手就不会多说话 见小丽没钱还债 她开始不耐烦的爆出口 龙哥见西洋仔不给面子 站起身来 拾起板凳就开干 双方立马打坐一团 小丽和阿珍 虽是吕溜之辈 但动起手来也不含糊 一番激烈的混战 由于西洋仔人寿太多 准备不足的龙哥 只能带小丽两人跑路 大战过后 警方接到电话 来到现场收尾 警员傻哥干了半辈子警察 这种情况见得可太多了 她随后找了数位战监旅处来认罪 赋言了结此案 回到家里 由于自己和女友工作太忙 儿子小杰 疏于管教 在学校打了同班学生 对方家长们早上门来 傻哥心疼儿子 小杰也是个懂事的孩子 知道是自己犯错 父亲却挨打受骂 他哭着拿起棍子 让众人打自己 不要打爸爸 家长们见小杰这么懂事 心立马软了下来 也不多做追究 由此可见 这个傻哥 虽是硬汉 但也柔情 他因妻子早年去世 所以儿子 是他唯一的软肋 而小丽和阿珍这边 昨天躲过西洋仔的追杀 今晚又被对方盯上 西洋仔趁阿龙不在 带小丽对其展开围殴 他将阿珍挟持上车 小丽见闺蜜被抓 随即抄起酒瓶 两人始终是弱女子 架不住一群男人的围殴 小丽拉着汽车不放手 将要救下阿珍 结果被拖行数百米 龙哥听闻消息 迅速带小丽赶往现场 今晚的庙街 又开始了一场大混战 随着警方到场 龙哥和小丽 只能先行离开 但驴友被抓 龙哥断然不会罢手 他知道 这个西洋仔 是个硬骨头 自己拿不下 只好找老大 虎爷出面 两人在早堂谈论之际 西洋仔的手下 突然提着油桶赶到 原来 他们是想烧死龙哥 不想连老大虎爷也一块烧了 好在两人福大命大 之后 虎爷找来西洋仔 他先是将起一顿臭骂 反正什么大事了 是不是不想叫我混了 你连我的屁股都敢烧 西洋仔表示 自己并不知道老大在场 虎爷白色示意不用说了 然后他让龙哥和西洋仔停止内战 毕竟出来混 讲究以何为贵 只有合作才能赚大钱 爱于虎爷的微信 西洋仔和龙哥只能握手言和 随后 西洋仔将阿珍还给了龙哥 看着遭受欺辱的旅友 龙哥的火器 立马上来 把马子还给你了 你学混蛋说轮件你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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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也是卖的 干什么 怎么不干我 干什么呀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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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 他开始百般抽罢小丽 你年纪轻轻 做什么不好 非得出来做这个 小丽坦言 自己从小父亲去世 母亲就是干这行的 因为疏于管教 他五岁便因意外 炸聋了一只耳朵 后来被母亲嫌弃 送进了农亚学校 在那里 他受到很多难以其耻的欺凌 这才导致了他如今的性格和下场 傻哥听后 想起自己的遭遇 妓女生的就非得做妓女 我妈跟你妈一样在妙街做妓女 一直做到死 我也是在妙街长大的 其实跟你是在同一个坑里出来的 对了 要爬出来不容易 可是坑上面有个盖子 你有没有爬出来呼吸一下 外面的世界很亮 很有人情味 你听不到懂闻的道吗 看来两人的童年 都有一样的遭遇 但两人后面的人生 却又截然不同 原因处在哪 他们也不知道 可能这就是人生吧 像小丽这样的女孩 妙街有很多 甚至有的人 比她还要凄惨 这位名叫小红的女子 便是其中一位 她本是西洋仔的女友间员工 因吸毒 导致形态走样 被西洋仔狠心抛弃 没了钱 对尹君子来说 是致命的 她跪着哭诉 让西洋仔给她工作 自己什么客人 都愿意进 但此等行为 却遭到恶毒的西洋仔 无情打罢 毒瘾发作的小红 开始神志不清 走向阳台 她不顾小丽等人的劝阻 跳了下去 妙街出了人命 傻哥见对方是战戒旅 便开始对妙街的风月场所 进行打压 谱爷见状 只好关门 她找来西洋仔 将请教训一番 毕竟此事因她而起 西洋仔欺负过 她知道 是傻哥在背后捣乱 随即召集手下 称傻哥不备 将其围住暴政 好在龙哥出来解围 却下暴躁的西洋仔 傻哥才得以生活 西洋仔走之前 又下一句话 称自己会找傻哥的儿子算账 听到这 傻哥开始慌了 她挣脱了束缚 开车来到学校 不想儿子已经放学 她又来到一赌场 在这里 她碰到了西洋仔 路火中烧的傻哥 对着西洋仔就是一顿暴政 感动我的儿子 管内是西洋仔还是东洋仔 我都不会放过 两人开始流打在了一起 西洋仔想要反击 傻哥掏出手枪 将其制服 这时龙哥突然出现 西洋仔称傻哥不备 将手枪抢了过来 并开枪 打伤了傻哥 龙哥健壮 赶紧阻止西洋仔 傻哥受伤住院 女友带着儿子 前来探望他 看着儿子没事 傻哥的伤 算是好了大半 西洋仔接二连三的闯祸 这下跟是打伤了警察 虎爷坚持勤醒 只能撤掉他的职位 让其去乡下 赞逼风头 西洋仔不服气 随即吼道 谁敢来找我 我就跟他拼命 我谁也不怕 虎爷坦言道 你是不怕 但我们帮派了 你当时如果干掉傻哥 那还好 帮那兄弟都会仰慕你 但你现在只是打伤对方 那我怎么说 难道跟兄弟们说 你打伤了警察的屁股 给你扳个伤人脚吗 西洋仔听后 怪罪一旁的龙哥 当时不让他干掉傻哥 见老大这么说 西洋仔只能愤然离开 那么这个龙哥 为何会三番两次出现 又恰好救下傻哥了 原来 他根本不是什么皮条客 而是警方的卧底 职者便是 收集虎爷等黑大佬的犯罪证据 这样一来 一切就合情合理了 西洋仔想要跑路 但身上没有多余的钱 他想请小黎欠他的告丽贷 想要早期偿还 小黎知道对方在逃难 便落井下石 这个钱 他是不会还了 随后 他还策骂了西洋仔一顿 但西洋仔是何等人物 岂能受这种气 他随意召集手下 提到来找小黎 此时的小黎 正和龙哥走在大街上 准备寻找生意 不想突然遭到一群人围攻 不用想 也知道是西洋仔他们 又是一番混战 小黎和龙哥受伤 侥幸逃脱 西洋仔一没收到钱 连打走的仗都付不了 反倒被这群手下暴揍 这时的他 陆庆算是来到了顶点 他将一切罪过 算在了傻哥身上 套出从傻哥那里抢来的手枪 来到对方触摸的酒吧 见到傻哥 正和上司聊天喝酒 火气已经上来的西洋仔 管不了这么多 你先让开 你帮我来来 你小心啊 西洋仔逃出酒吧 他知道 自己在一间难逃 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 将所有仇人 全部干掉 此时的他 又想到了龙哥 不是这个家伙 我也不至于走到这地步 他决定 拿龙哥首先来开刀 为了引出对方 他将小莉挟持 知道小莉游烂 阿正第一个赶到现场 一番缠斗 西洋仔开始挑拨离间 他撕下小莉的衣服 露出后背的纹身 原来小莉游暗恋龙哥 将龙的图案 吻在了后背 尽量载开是拱火 不是要挑拨我们 挑拨 你没看到这条龙吗 你还不过来砍他 还相信他的话 我真的跟阿龙没事 我去你杀了我好了 你 还有我 姐妹情义 还是战胜了嫉妒 但就算这样 小莉和小珍 还是没能抵过西洋仔 激战过后 西洋仔用木棍 打倒两人 可怜的阿正 当场毕命 见两人昏倒后 西洋仔又来到傻哥的家里 纵使傻哥旅友 拼命护着小杰 但还是避免不了 小杰被西洋仔抓走 此时龙哥听闻消息 赶到工地 见到小莉抱着去世的阿正痛苦流涕 龙哥心里愧疚不已 这时西洋仔抓着小杰 也来到工地上 龙哥见状 立马上前与其打成一团 此时的西洋仔 已经无人能倒 龙哥也不是他的对手 被打倒在了一旁 傻哥这时也赶到现场 几位仇家终于到齐 西洋仔决定心仇旧恨一起算 他让傻哥开枪打死龙哥 自己便放过阿杰 爱与儿子在他手上 傻哥只好开枪 两枪下来 不只是傻哥故意 还是枪法太烂 都只是打伤了龙哥 并没有伤其性命 见龙哥和傻哥痛苦的模样 西洋仔露出满意的笑容 傻哥此时的心态逐渐崩溃 他要求西洋仔放过小杰 是 如果我打死了人 他就没有了爸爸 你也知道 儿子没爸爸是很可怜的 对不对 你也知道的 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 我就是因为没有爸爸 你们都看不起我 耍我 害我 这样好了 我做你爸爸 你做我儿子 好不好 儿子 快把你弟弟还给我 别吵你妈了 让我便宜 你为什么不做儿子 我做爸爸呢 好好好 那我就叫你干爹 干爹 快把儿子还给我 快把儿子还给我 好不好 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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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信仰仔已经变得癫狂 傻哥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 他将手枪举过头顶 心中开始祈祷 信仰仔这个打不死的小强 终于去世 傻哥接下来儿子小蝶 龙哥来到小丽身旁 不只因为阿珍的死 悲伤过度 奄奄意习的他 请求龙哥将他悲伤 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影片在龙哥狂奔的身影中结束 电影名叫 快乐的小鸡 虽然片名如此 但是电影 却没有太多快乐的气氛 反而不满了略性和人性的丑恶 影片以一群疯成女的故事为主片 展示了他们扭曲的人生价值观 也揭露了社会中 自非命案的一面 基于本片尺度过大 雷哥很多画面 不能展示 有兴趣的兄弟 可以去看看全片 真的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好片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就讲到这了 我是一个事要讲完所有今天港片的解说 喜欢雷哥的话 麻烦雷哥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